米其林寶寶他就是身體胖胖的 他身上就很多那種折痕 頸紋就像是一個大排水狗一樣 他是比較深 所以肚子也是 很多人肚子比較多 三層肉會有折痕 頸紋跟雙下巴 大家知道雙下巴在下巴下方 頸紋是在頸部 所以這兩個看起來很近 但是卻沒有親戚關係 所以他的成因跟治療方法其實不太一樣 抬頭低頭他有個動作 他很簡單的說會有影響 他會增加你紋路的產生 就像是你常常彎腰肚子上可能就會有折痕 手肘彈曲的地方就會有紋路的產生 所以你常低頭久了 紋路也會容易被擠壓出來 理論上來講 皮下脂肪比較多 容易產生折痕 最有名的例子像米其林輪胎寶 米其林寶寶他就是身體胖胖的 他身上就很多那種折痕 所以肚子也是 很多人肚子比較多 三層都會有折痕 所以理論上來講 皮下脂肪比較厚 比較胖的人 頸紋的產生也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謠言終結者 睡姿不正跟頸紋 我相信關係不太大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每天睡眠可能是7到8個小時 但在睡眠中 你不自覺的會做各種半身的動作 起來就是一直躺著腳到天亮 所以在睡眠中 人的自我保護機制會 左方右滾等等 所以這個情形的產生 應該是比較不用太多擔心 我相信保濕 注重保濕跟肌膚的保養 它跟細紋的保養 跟治療比較有關係 但頸紋往往它是比較深的 假設細紋像是小水溝 頸紋就像是一個大排水溝一樣 它是比較深 比較凹陷 所以做肌膚的保養 跟保水 對於頸紋的治療 是有一點點幫助 但沒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覺得 柏紋的產生 跟先天後天兩種都有關係 有些年紀輕輕就有柏紋的產生 這可能是家族性的遺傳 這是第一點 所以先天造成柏紋的產生是有可能的 第二個是後天 後天我們剛才提到說 假設皮下脂肪比較多的人 他常常做一個彎脖子的動作 或長期固定姿勢不動 常常脖子的皮膚會脂肪被擠壓 產生比較深的紋路 這是第二個因素 第三是姿勢性的因素 有些人長期 就是看電腦、滑手機 常常脖子有點往下 持續的往下彎 就像是各位的手腕或手肘腕區的地方 常常會有穩度的產生 或是像說 肚子要比較多脂肪 長期就彎腰 脂肪跟脂肪就產生那種 輪胎輪胎折痕的感覺 這也是產生的原因之一 所以其實先天跟後天都有一些關係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 膚質的基本的保養 我們肌膚希望它有一個 適時的做保水保養品的使用 這些做好也可以 減輕頸紋幅度的產生 其實頸紋以統計學張醫師的客人來說 當然是以年紀比較長的人比較有 因為畢竟年長的嘛就是 吃的飯也多了 低頭的時間也多了 長期的彎脖子造成頸紋的產生 第二 肌膚膠原蛋白的流失也會加重 脂肌的產生 所以大體來說 年紀比較大或輕熟女熟男熟女以上 頸紋的困擾是比較嚴重的 那第二個剛才提到說性別的因素 其實我覺得性別因素並沒有很大的差別 但是我想來求診的人還是以女生去做 為什麼 因為女生可能更注重她的第二張臉 我們常說頸部是女生的第二張臉 很多人平常保養是保養臉部 忘了保養頸部 上面是要呼籲 其實不管你所有的保養品或治療 都要分你的頸部一份 所以很多人如果只保養臉部 不保養頸部 那頸部的老化 包含頸紋的產生 幾乎的鬆弛都會蠻快的 頸紋是目前所有醫生最棘手的項目之一 我們常開玩笑說 要是能夠處理兩個最難的 像黑眼圈的治療跟頸紋的治療 這個醫生可能可以得到諾貝爾獎 為什麼 從他的原因開始講 他原因有遺傳性的 有後天的 有姿勢性的原因 第二他的每個人頸紋的 身中前流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治療頸紋呢 我們有多重陰性 就是複合性的治療來做治療 那複合性的治療怎麼做治療呢 我們就分淺層中層跟深層來做治療 以淺層來講 我們著重在標淺的細紋 可以用皮秒雷射 或飛縮雷射治療 或是所謂的飛蒸的治療 來擬皮比較標淺的細紋 中層是用活系的PRP的因子做治療 它用富含雪橇板的生長因子 那PRP呢 全名是Platel and Rit 它用這個富含生長因子的成分 去打在肌膚的中層 去做緊紋的治療 那剛才我們提到深層的治療怎麼辦 深層的治療 我們是用奈米活性脂肪的治療 什麼是奈米活性脂肪呢 藉由小範圍小部分的抽脂 抽取出大約50CC到100CC的脂肪 我們去做奈米級的處理 奈米級的處理把脂肪分化成最小分子 與它的生長因子打在肌膚的深層 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更完整的做緊紋的治療 手術類 假設你是肌膚的鬆弛 非常極度的鬆弛 我們做頸部的拉皮手術 會讓你的肌膚的鬆弛做大幅度的感染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嚴重度會減輕 那有些人說打肉毒的治療 或打玻尿酸的治療 這也是一種治療方法之一 玻尿酸呢 利用小分子的玻尿酸 它可以填補在頸紋的比較淺層的部位 記得不能用大分子 要用極小分子的地方 來做一個淺層的填補 那肉毒的治療 大家知道肉毒的效果主要是讓肌肉放鬆 要是你頸部的肌肉過度的緊繃 譬如說產生頸部的用力的時候 會產生一條一條的那種血脈膨脹的感覺等等 或許就是你肌肉過度緊繃 那我們會看看搭配肉毒來做肌肉的放鬆治療 那當然我也想講一點就是 頸部的鬆弛造成頸紋的嚴重度 那目前坊間的治療 當然還有不得不提到的電波跟音波的治療 電波就是用一個儀器加強你頸部的鬆弛度 那音波治療就是也是打在臉部跟頸部 去改善你肌肉的鬆弛度 有些人是電波 有些人喜歡打音波 又有些人喜歡合併治療 叫電音波治療 這都是一個選項之一 以目前的科學來講 如果要徹底解決頸紋 的確是我們常跟客人講 我們能夠盡量做到很大的改善 當然你要複合性的治療 那問到後會互發這個問題 我想如果做治療中或治療後 我想第一要注意的 因為遺傳我們就不可改變 體質的問題 但我們可以改變應該是你的姿勢 當然是提醒大家 在辦公大家很辛苦的工作 辦公室用滑手機 記得不要太長期的低頭 因為低頭常常會對你的肌膚造成擠壓 擠壓久了就像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你的手腕或手肘的紋路 就會產生紋路 所以要預防復發 第一個重點就是要注意你的姿勢 第二個當然你說要保持你身體不要過胖 因為DMI如果過高 像脂肪層過厚 有的時候會堆積在頸部 那就會加重頸紋的產生 所以對於避免復發這個重點 我相信有這兩個重點可以來 跟呼籲大家 最大的重點不要長時間的低頭 我相信低頭常常像聖醫師這樣子看 都會產生幾個 所以第一個重點就是姿勢 第二個重點當然是 平常的保養不可笑 肌膚的老化跟紫外線 肌膚的傷害有關 所以平常的防曬跟保濕也不可笑 這是一個基礎的保養 剛剛有提到說睡眠會不會影響 以前的觀念叫高枕無憂 太高的枕頭 第一反而對你的頸椎造成負擔 第二反而對你的脖子造成擠壓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枕頭 都會選擇有頸部的支撐 頭部的地方反而不要太高 因為可以讓你支撐你的頸部 所以這也是屬於姿勢方面 我想就是以上的呼籲 那當然做好平日的保養 搭配現今醫美包含電波音波 玻尿酸的產品 跟一些奈米脂肪治療 綜合性的我們可以打擊這個 我們最困擾的敵人靜溫 哈囉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在這個地方按讚訂閱加小鈴鐺 我們會提供更多優質的飲美食事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順便幫忙一次打廣告 掰掰 多好啊 可可 停電了 可可 有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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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兩頓都有人看 4兩格 合規模 普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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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d